哈喽哈喽大家好 现在新西兰是夏天 在周末天气比较好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跟家人一起 去咖啡店享用一份早午餐 在新西兰的咖啡店早午餐中 最常见的大特食材就是水煮蛋 那么怎么在家里做出 比咖啡店还要漂亮好吃的水煮蛋呢 今天我就来告诉你怎么做 OK想要做出完美的水煮蛋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第一你用的鸡蛋当然要非常的新鲜 因为不新鲜的鸡蛋清 它是非常松散的 有可能在你打入水里 一瞬间鸡蛋清跟蛋黄就分离了 这样的话你得到的是一锅鸡蛋汤 第二你用的锅子高度一定要够 然后呢口径最好稍微小一点 这样的话你不用去烧太多的水而造成浪费 第三你用的水量一定要够 基本上比锅稍微矮一点点就可以了 第四要在水里面加入一定量的白醋 第五在把鸡蛋打入之前 一定要保证水是沸腾的非常厉害的 好了我大概讲一下原理 之所以要让水沸腾呢 是让水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温度 鸡蛋在打到水里以后 蛋清马上就开始凝结 白醋同样有促进蛋清凝结的作用 这样的话鸡蛋不会在打到水里沉底以后 跟这个锅底发生粘连而破裂掉 白醋同样有让这个鸡蛋清表面变得非常光滑的作用 为什么这个锅要高水量要够呢 因为水在沸腾的时候 它会不断的把没有煮熟的鸡蛋清往上冲 从而形成一个非常漂亮的水滴状 如果你用的水量不够 它往上冲的距离不够的话 这个水滴状就不会那么高 鸡蛋就没有高度 它会是一个非常扁平的状态 出来的形状就不好看了 按照我介绍的方法练习一下呢 你很快就会发现 煮出完美的水煮蛋 真的是很简单的事情